馬力波的現況 你可以看到當地現在是滿目瘡疑 整個都已經被斷水斷電了 因為二軍攻破了克爾松之後 他們的下一個目標 就是隔壁的這個馬力波 最新畫面可以看到呢 馬力波遭到了飛彈轟炸 是無一幸免 可以看到整個大樓呢 都被熏得焦灰 甚至有正在失火的 而且街道上完全沒有任何的民眾 畫面看起來相當的慘烈 也沒有看到任何的軍隊 因為這個馬力波呢 他的地理位置如果被攻破的話呢 俄軍就可以圍剿 烏克蘭的東南部的軍力 而俄軍甚至是 你可以看到民房、醫院、學校 都沒有放過 而且目前已經超過了 二十四小時的圍塵 當地剛剛有說 已經是斷水斷電的狀況 在這種天寒地凍的天氣當中 沒有暖氣 讓當地民眾非常的痛苦 但大家都還正在苦塵 我們繼續 哈囉我是葉民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時的新聞內容 請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